大家好我是Andy 今天是2021年7月6日星期二 在拍片跟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看恒指今天的走勢 恒指今天就是再破上一天的底下 然後去到27904左右 暫時看下去 他的日線的STC都已經去到30下面 即是超過了 所以再加上數浪方面 其實今天就有機會看到底 看到這個浪的底 即是這個浪有機會完成 看看小時圖 看到小時圖的STC就是在超買區上面 跌下去就是一浸反彈 再第二浸 通常兩浸就會轉向 一浸兩浸就轉向 下到一浸兩浸又轉上去 所以現在有機會 小時圖的STC就有機會 會上去70 有機會上去70 即是會做回這個浪的反彈 那他也有機會 就是金叉 是金叉 這個是小時圖的STC 便是金叉 到這裏一直跌下去 都可以看到它隧身子 是受制住的8MA 今天它站穩了8MA 即是灰色的一條 那一支 這枝羊竹站穩了8mA這個浪就有機會結束了 看看3分鐘圖 3分鐘圖一開始就跌下去之後彈上去站穩了21mA 這個位置就確認了這個位置做了一個日落 這裡走了五浪結構上去之後也要調整這個浪 調整的時候調整得比較多但也沒有跌穿 最後也沒有跌穿10點之前的日落 所以這裡依然是做了全日的最低位 看到這個是底部 這裡也是底部 看到也是一底比一底高的 底部是越來越高的 有一個就像是看到底部 看一看期貨圖 期貨圖現在呢 今個星期可能會是見底也不定的 反彈可能有機會反彈去3mA 先保守一點點 3mA就是28400 所以要留意 今個星期有機會是在27900的位置到28400 這樣就要留意了 看到它也是繼續收音足 收入5G的 日線圖收入5G的 同時 然後我們按鈴 按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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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那些都收到 但它收到 但它會不會轉向呢 它都要奇品3mA 看到今天都是繼續受制3mA 繼續跌 但這支竹還未收 這支竹還未收 如果它收到羊竹的話 應該看到底 後視是暫時未看得那麼差 如果它收到這個比例的上面 等人說一下IG的位置 跟這裡有一點不同 這裡先看看五小時圖的浪 看到五小時圖 如果這個位置是1浪的話 這個是2 如果這樣量度的話 就可以看一看 它的3浪會在哪裏 看到3浪就有機會是1.8這個位置 它就收到下面 比較像是3浪 所以就是這裡有機會是1.2 然後這裡是3 這個位置是4 這裡有機會是5的 如果將1浪和5浪比較 那是1比1的比例 所以到這些位置就有支持 因為都有人會覺得這些位置應該是5浪 在這些位置買貨 另外就是1和5浪的比較 用1至3浪和5浪比較 也都是去到第一個位置 就是0.320這個位置 假設這個5浪還未完 它也可能是1 2 3 4 5可能就是27700那些位置 但是就有權在這些位置完 就是由這裡開始的浪就有權在這些位置完 就算再落也可能是27700那些位置 在這些位置就有機會對應這個浪的反彈 那先再下 再下 用 用RG看看 如果在這些位置看淡的 其實到現在其實都可以保持看淡的 因為它也沒有收到3浪 因為它也沒有收到3浪上面 也都沒有收過陽足 就是叫做 日線如果收到一支陽足才開始要害怕 看淡的話就是 但是看到每一天都是收陰足的 所以暫時都說 還可以等一等 還可以保持 如果收回3浪上面 留意3浪上面日線 如果收回3浪上面的話 以上 就有機會是有反彈 到時看淡就要走一走 看淡就是這樣 如果看好的話 因為 看看IG 看到IG這個行指的外圍指數 看到是日線圖 日線圖拿回前面這個浪 這3個點去量 就看到今天才到的 1比1這個位置 就是今天才到 但是這支竹就沒有收 所以很難說它是失手的 如果到這支竹真的收了 確認了它失手 這個1比1比例 下個位置就應該是看27001 這樣 就是看好還可以在現在 27900 這些位置 都可以搏一搏 就是搏一搏 搏底 但是最好是等 看它會不會說 短線會有個移動 移動阻力的收穿 下面 看到它移動阻力方面 應該是27956 就是這裡這些位置 1分鐘 即是它現在要收回 在這裡 收回在這些位置上面 這樣才可以比較大信心 它是見了底 即是它要這樣上去 接著收視 就要收在這裡上面 這樣就有機會這些位置 就見了底 這樣 如果不做這個動作 它可能會繼續下 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是搏它見底 就 可能會等它收穿回移動 一分鐘圖移動阻力 收穿回移動 這樣就比較穩陣 4小時圖看 它現在都是一個相對低位 都是一個相對低位 即是它稍後 稍後上去水線上面 應該都是比現在的位置會高 即是比現在這個位置會高 日線都是保持住 5MA 所以看淡 其實也可以用IG的5MA 就是黑色那條 黑色那條MA 等它站穩 再看淡 就可以先走 即是暫時都可以保持住 因為它這個浪 現在是向下的 它隨時可能 如果美股是突然間大跌 它可能就直接去27,100 那些位置都有可能 因為它現在的趨勢上 都是向下的 它的趨勢都是向下的 看看周線圖 周線圖看回它上個星期的趨勢 就貼住了那條34MA 因為它整個浪的走勢都似是向下的 所以應該都可以 即是假設 當它是收了在下面 已經算了 看看是不是 它是不是收不到 它收了在上面 收了一點 很少 多了十幾點 但它怎樣都好 它都是走勢上面 即是浪都在向下 即是現在應該就 是向下面那條MA走的 因為它失手34 就去55 那它55 就是27,100 那些位置 即是這條藍色這條MA 很難說它究竟是一個星期直接到 還是分幾個星期到 這個比較難說 但如果看這支周線圖的陰竹 它就應該很難變回陽竹 它最多都是收下下影線 留下個星期的跌 或者是收下下影線 今個星期繼續跌下去 那支陰竹就更加長 另外就是有一個支持位 也要留意 有一個 你看看周線圖 這裡 找回這個支持位 有機會在這些位置有支持 27,600多 要留意這個位置 之前是完成了一個趨勢線 在這裡 這裡 站到的 這裡也都站到 那可能這次 下去 那 就 可能都會有 有少少支持 先的 但站不站到 就 即是現在就看不到 這樣 那 但要留意 都是重要的一個位置 27,600多 這樣 這裡 周線圖 拉回延伸 即是用這個點 這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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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回延伸 應該下一個位 看看 看到曾經收過 在0.236下面 直接 即是會碰到 0.320 就直接 可能收在下面 雖然今個星期 都未收足 但是看細 都會 一下子 碰到0.5 這個位 即是27,732 有機會一下子碰下去 碰到 但是 通常這些位 第一次碰到 應該會有機會 是有個反彈 這些位置 要注意 這些位置 周線圖的延伸 看到這些位置 我以為參考 是27,732 這是延伸的參考 看看 Retracement Retracement 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可以參考 就是去到27,5 那些位置 就是前面那些底 的位置 再看看 看一看 這是 周線圖 由22,900 那些位 拉上去 31,000 那些位 就是 2020年9月份 那個低位 和 2021年2月份 那個高位 這裡的 Retracement 看看 它 中間是怎麼走的 看見到 兩次去到28,000 那些位 現在其實正在試 試著兩次的低位 那些支持位 但是 因為美股也是貼著 新 貼著高位 貼著歷史高位 所以 如果美股一回 其實恆子有機會 就回到0.5 會回到這個浪的0.5 就是27,041 整體上的走勢都是偏淡為主 除非日線收回5mm 除非日線收回5mm 才有機會做一個反彈浪 否則有機會做一個日線級別的反彈浪 如果日線一直都收回5mm 因為這裡始終是一個三浪 三浪的特點是比較猛烈 未必會停下來 如果是一個下跌的三浪 可能是沒有什麼反彈 甚至乎是三浪一 看到全部都是陰燭 還有一支小陽燭 這個可能是二浪 已經做了 這裡是大的一浪 大的二浪 這裡是大的三浪 大的三浪 在下面這些位置 大的三浪分成小的一小的二 這裡是小的三 小的四小的五 所以其實看它反彈的位置 可能就是這個已經反彈了 因為向下數這裡是分成1 2 3 4 5 如果有些人會覺得這裡會不會是1 會有反彈才下 是未必的 因為它看回月線和周線的音竹 如果要做一支月線或者周線的大音竹 日線未必有反彈太久 和未必太多 所以可能這個已經是那個反彈 這是其中一個看法 這個只是其中一個看法 就要注意 這裡可能已經是走完二浪反彈 如果是這樣 它的三浪 看看這裡這個三浪 理論上可以去到哪些位置 如果理論上這個三浪可以去到26500 也可以 如果它要走1.618 就是26600 那些位置 所以這點也要留意 就可以去了 那 恆子就這樣看 看看上陣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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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陣指數日線圖 走了五浪結構 1 2 3 4 5 在這些位置 通常有機會出現反彈 有机会出现反弹 看到1 2 3 4 5 暂时看小时图 小时图的MACD在红区也很低 有可能会出现反弹 反弹可能未必多 因为这里走小的1浪 这里5浪加上1浪 反弹一下就会开始3浪 就是这样的 看到日线也 日线也保持在5MACD下面 要留意最少是可以反弹20% 就算了 反弹了超过20% 可以继续 譬如说弹上去试一下5MACD 受制又继续返回跌浪 因为它反弹可能最少20% 反弹了超过23.6% 可以继续续绕在5MACD下面 日线 可以继续向下下跌 有机会这样 再看道指的走势 看道指的日线图 就很小 現在暫時就好像在出一個調整 但可能是短線的調整也不定 可能收視收音粥也不定 但如果要收視收音粥就要小心 如果要收視收音粥可能是日線四浪 如何確認這個浪 因為這個浪已經穿了前面這個頂 所以如果說這裡是一個3 這裡是一個4 然後這裡是一個5 這樣成立 因為它是升穿了3浪頂 也沒有失敗 因為升穿了所以5浪沒有失敗 因為前面這個浪失敗 後面這個浪就不應該失敗 暫時也沒有失敗 所以有權在這位置做了 要確認這個浪是升穿了 可能就要跌穿這個位置 因為這裡這個位置是一浪 這裡是二浪 如果它跌穿了一浪頂 可能就不對了 因為是四浪不應該和一浪重疊 所以如果跌穿這個位置 可能這個浪就完 入這個位置升上去 就可能會完 這樣 所以就要留意 它就算回 首先它不應該收在5MA下面 另外就不應該收音足 因為它現在也是三浪 剛剛開始 也更加不應該和一浪重疊 否則可能大調整就開始 那MACD來說 它也有權在一個相對高位 因為也有空規出了 快慢線也是在牛區以上 同樣的 也都是 STC也有空規出了 而且 STC也有空規出了 一浸兩浸 通常一浸兩浸 最少都回到中線 所以要留意 可能那個 美股的調整可能會令恆指27001也有機會 因為現在是7月6日月頭 如果這裏真的要跌下去恆指應該27001左右 看看四小時圖 有一點要留意就是這裏之前提到89和144MA 發現原來可以是不金叉 這兩條MA未必一定要金叉 但在一個平均線走勢上就發現有機會有55金叉的144 有機會是結束的 所以看到這條55和144是金叉的 可能就結束了 這個浪有權是結束的 因為發覺那條89就未必要一定金叉144 可能是因為他就算跌下來 在144以上這些位置徘徊一會再下 把89都拉近一條144 所以這兩條MA可以不金叉 然後在這裏又下去 都見過有這樣的情況 只能夠說 見過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所以現在就簡單點說 其實可能會 可能會結束了 這個浪 這個浪可能會結束了 MACD上也有一點點訊號 看到升了一層 小調整 升兩層 可能會大調整 也有一個叫做M頭 也有貝池 看到也有頂貝池 也有多少信號 多少利膽的信號 再看看標普500指數 之前說到 美股是否會開始一個 大的調整 日線圖調整 就要留意標普500指數有沒有收5MA 其實他都未收 其實他都未收 所以都 未能夠確認 未能夠確認 美股有個 準備有個 大調整開始 因為他都可以是 比如說收市 又再收回上去 或者 慢慢在這些位置 站穩 穩條 5MAMA又再上滅 都可以 即是說 到了這一刻為止 標普500指數都沒有一個 日線圖的利膽 非常利膽的信號出現 只能夠這樣說 只能夠這樣說 如果 可能是隔過幾天之後 可能收在5MA下面 如果收在5MA下面 應該正式開始 大調整 就是這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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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看了蠟子 蠟子看到 從這個位置開始 都是 只能夠 只能夠 站穩到5MA 日線的 至於那個4小時圖 都還是有一 還差5浪未上去 之前就是這些位置 做了一個調整 做了一個A B C的調整 這個位置開始 這個位置開始 一浪二浪 然後呢 就是3 就好像這裡是個4 然後就是5 看看這裡是不是低一點 這個位置是4 就是應該開始 5 如果蠟子是上 可能有機會 道指也是上的 恆子可能會有個反彈 但反彈又未必多 1 2 3 4 5 對了 1 2 3 4 6 7 8 9 10 11 這裏好像有一點點問題 因為 因為這裏的3浪 就用了5支竹 看到4小時圖 就用了5支竹 但這個4浪就用了 11支竹 超過了3浪的2倍 5乘2 5乘2都是10 他就11 就不是太對了 這裏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就是 這裏走了1 2 3 4 5 即是這裏失敗浪 即是這裏就不會再升穿 簡單說這裏就不會再升穿 那就開始跌了 這個是第一個可能性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 這裏開始上去 這裏是1浪 這個是2浪 然後這裏是3浪 這個就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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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再升穿這個 3浪的頂 應該是這個行法 就是這裏開始 1 2 3 4 5 這樣就沒有問題 這裏是5浪 也是5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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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原本數的1 1 2 3 4 5 也是5浪 也是5浪 然後這裏開始 也是5浪 也是5浪 要升穿這個位置才會這樣數 暫時還沒有升穿 所以就 有兩個行法 就是5浪 就是5浪 如果沒有升穿 應該是 大調整一開始 兩個比較極端的行法 兩個都不同方向 黃金 因為這條片都比較長 黃金和原油 跟昨天的分析差不多 所以就不說了 就說一說 美元指數 看一看美元指數的日線圖 暫時看到 這裏是正在走 這裏是正在走1 2 這裏應該是1 2 3 4 5 這個是3 這個4應該都走完 這個4應該都走完 還有個5 5應該會破三浪頂 留意 走完5又有機會開始調整 因為它走完5浪 又有機會開始調整 這是第一個可能性 第二個可能性 就是 第二個可能性 就是 它這裏走了1 2 先 1 2 3 4 5浪 然後他走過5浪的1 5浪2 5浪2 5浪3 5浪4 5浪5 這個走法就會是5浪比較長 和比較 多 設定得多 這樣才會再調整 因為 短線已經看到 調整浪 看到ABC是W 反彈X浪 比例上是1比0.18 看到W浪和Y浪是1比0.18 看到W浪已經升穿S浪 排除SS和Z浪 即是現在應該會升穿這個頂 但升穿後又有可能會有調整 這點就要留意了 今天這條影片就拍到這裏了 喜歡可以給個讚還沒訂閱YouTube 也可以訂閱 亦都歡迎分享給朋友看 亦都可以考慮裝回YouTube的會員 或者Patreon的會員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